女人爱你爱到入骨的八个表现 就算只中一个,你也是幸福的了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其实男人也是一样 遇到一个好女人同样重要 未来老婆可能决定男人的事业、家庭、健康 找老婆不应该找个最好的 应该找个对你最好的 当女人爱一个人爱到入骨就会变洒 会变得患得患失 会变得疑生疑鬼 然而也只有爱你入骨的女人 才有这八个表现 女人爱你爱到入骨的八个表现 就算中一个,你也是幸福的 一,不断为你付出 因为爱才会去付出 你如果让她觉得为你付出值得 她肯定愿意为你做任何事 不过自己也要面对现实 对她好,她才会愿意为你付出 有的男人会把女人对她的好 慢慢变成习惯 变成理所当然 这种女人她不会珍惜的 这种女人也往往是总受伤的那种 二,你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性格怎么样 她都了如指掌 买的东西,穿的衣服,做的发型,用的香水 都尽量迎合你 只要你喜欢,她都会尽量满足 三,和你在一起有很多话 愿意说这么多话 女人一定是对这个男人有着不一样的情绪 一般人是不会对一个自己不感兴趣的人 有很多话说 因为女人都比较喜欢被动 她应该更希望是那个男人主动去找她 但是如果她是真的喜欢她的话 应该是不会在意这些 但是毕竟是女人嘛,心里还是希望对方会主动 四,愿意为你做饭洗衣服 在如今这个时代女孩子会做饭的少子又少 如果一个女人愿意为你学做菜 真的很爱你 男人捍卫较重 而且内衣袜子什么都比较脏 如果一个女人不介意帮你洗衣服 赶快去了吧 女人爱你爱到入骨的八个表现 就算中一个你也是幸福的了 五,愿意把身体交给你 虽然说增结在现在看起来比较古板 但是这是自古传承下来的 没有哪一个女人会轻易把身体交给别人 六,愿意为你生孩子 生完孩子后女人的样貌身材不发生大的改变 逐渐老去 她甘愿接受这样的后果 去为你生儿育女 你有什么原因不去爱她呢 七,为你省钱 女人会为你节省 以为她懂得你的辛苦和不容易 所以她很懂事 不会缠着你向你要礼物 特别是那些你经济能力 称手范围之外的 她不会问你要 她不想让你为难 她也不想让你难过 爱你的女人和你在一起 都会想着为你节省 而不是乱花你的钱 八,愿意为你花钱 我曾经看到过很多男人 为了自己的女朋友买礼物 挥金如土或者省私兼用 我极少看到女人为男人买什么礼物的 不要觉得女孩子天生 就应该得到男人的爱护 同样也需要爱护男人 女人爱你爱到入骨的八个表现 就算中了其中一个 你也是幸福的 爱一个人就要义无反顾 不论过程怎么样 不论结局如何 无悔就好 无愧疑心就好